这所学校每晚都会让女孩们对着监控吃下一颗药片 然后就有保安趁着女孩睡着将她们扛走 学校不教数理化 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给她们灌输女德 教她们遵守规矩保持干净 这里的学生全部是腹白貌美的女孩子 为了让女孩皮肤完美无瑕 校长告诉她们外面已经被病毒感染 不让她们接触阳光 女孩们全都非常听话 因为如果不听就会被保安带走 关进小黑屋 学校一共分16级 一到16岁每年长一级 到了16级 其中的佼佼者就会对夫人领养 过上层社会的生活 学校不满监控 监视着女孩们的一举一动 每天起床 女孩们会被要求排队在监控前洗脸 一遍又一遍地洗 直到绿灯亮起才算合格 女主小薇是16级里皮肤最好长得最美的女孩 但这天 索菲亚却让她千万别再吃药了 刚想说原因就被进来的同学打断 晚上吃药时 小薇还是忍不住好奇留了个心眼 假装在监控前吞下了药片 然后悄悄把药片吐在了马桶里 毕竟第一次违抗学校的命令 小薇很久才平复下来忐忑的心情 这时校长给他们每人送了一件漂亮的衣服 并告诉他们 作为奖励 晚上可以穿着她睡觉 从没穿过漂亮衣服的女孩们 自然非常高兴 一个个都一言而行 但这次对小薇来说有所不同 因为她迟迟没有睡着 而其他同学却睡得很死 同样没吃药的索菲亚告诉她 之前吃的维生素其实是安免药 一会儿如果警卫来了 一定要装作睡得很沉的样子 话还没说完 门外就传来动静 索菲亚赶紧跑回自己的床上装睡 校长带着两个保安 扛走了小薇和另一个同学 很快他们被放到了一个沙发上 紧接着 校长就带着一对老夫妻走了进来 老头看着两人 对他们的容貌和皮肤赞不绝口 而老妇人则对着镜子满脸叹息 听着他们的谈话 小薇才知道 原来他们根本不是被领养 而是被卖掉 还好老夫妻选择了另一位同学 他才得以重新回到寝室 小薇告诉索菲亚刚才发生的事 两人这才明白 学校教他们的目的 似乎真的不是那么单纯 于是两人决定逃出这里 从索菲亚口中得知 他们这一层有四个厅 每个厅轮流起来活动 期间会有一个小时 四个厅都在睡觉 这是最佳逃跑时机 但周围满是监控 怎么才能出得去呢 很快机会就来了 这是一座诡异的学校 女孩们全都被圈养 为了让他们富白貌美 学校不让他们见到一丝阳光 而晚上 女孩们睡着后 会被依依带走 供富豪们挑选 这晚警卫带走了索菲亚 趁着门还没锁 小薇决定冒险一探究竟 但通报的门却是锁死的 没有门禁卡根本打不开 就在这时响起了脚步声 小薇只能立即跑回寝室装睡 等到索菲亚被送回来 小薇告诉她 刚才自己完全暴露在监控下 却没有任何警报 也许监控前根本没人看着 但他们需要门禁卡 这天 学校安排打疫苗 小薇第一次来到这里 见到了医生 发觉医生对她格外偏爱 也许自己可以找她帮忙 单纯的她不知道 医生跟校长其实是一对夫妇 还没等她决定 一个同学就对疫苗起了反应 随后他们拉开自己的衣袖 发现每个人手臂 都像过敏了一样红红的一片 随后 小薇找到医生询问情况 却无意中暴露自己 没有吃安眠药的事 医生态度一变 小薇就开始神情恍惚 跟索菲亚商量时 竟然失去理智 大声吼了出来 这是不解的表现 两个同学悄悄向校长打了小报告 很快小薇就被校长关进了小黑屋 晚上索菲亚悄悄做了个神套 她知道警卫身上有门禁卡 而警卫每晚都会在那黑暗的一小时 悄悄进来 趁警卫不注意一下将她勒住 但警卫力气太大 索菲亚只能逃跑 但她很快被一拳打倒在地 警卫慢慢靠近 索菲亚抓起地上的运斗 一下将警卫打晕 成功拿到门禁卡 正想把小薇放出来 警报却响了 她只能先逃跑 第二天训话时才知道 索菲亚已经被抓 但没从她身上搜到门禁卡 一定是被她藏到了某处 为了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校长亲自拿出强力安眠药 监督他们吃下 晚上药效发作 同学们全部睡死了过去 小薇只能用发卡扎自己刺激神经 然后到处翻找门禁卡 最终在自己床头的缝隙里发现了卡片 但刷卡时 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看来已经被学校换了 绝望之际 她看到了门上的荷叶 于是解锁了门禁卡的正确使用方法 抿下螺丝后终于拆掉了门 但却在走路时 不小心碰到走廊的架子发出声响 惊动了校长 小薇只能走进办公室 校长当即就要给她注射药剂 却被小薇拿起台灯砸倒在地 然后一针管扎进了校长身体 小薇拿着校长的门禁卡来到楼下 救出了被关的索菲亚 他们发现在一个手术室一样的房间里 竟然停放着几具尸体 尸袋上的名字正是被带走的同学 颤抖着拉开袋子 里面赫然是一张血淋淋的脸 显然她的皮肤已经被割掉了 原来她们被卖给富人 实际上是用她们的脸来替换富人们老去的脸 实现逆生长 让青春涌住 之前打的疫苗 实际上是富人的DNA 莫名反应则是基因不匹配的结果 索菲亚想要救其他同学 举着门禁卡说是校长的命令集合了所有人 然后告诉他们学校的秘密 但同学们根本不信 还嚷嚷着要叫警卫 好在这时 小薇把校长逼溜了过来 他们看到校长的脸竟然也有缝合的痕迹 同学们这才相信 他们把校长关进了小黑屋 然后来到楼顶准备逃跑 但一打开门 警报就响了起来 也过五的许多 同学们撒鸭子就往外跑 这时一个警卫 突然从后面抓住了索菲亚 小薇冲过去帮忙 两人合力把警卫推下了楼顶 索菲亚也在搏斗中受了伤 小薇只能扶着她逃跑 但此时身后又追来两个持枪的警卫 他们已经无路可逃 只能躲进门口的港亭 医生还想好言劝回两人 因为他不能损失掉小薇这张完美的脸皮 小薇当然知道 大声质问他 我这张脸能值多少钱 得到了医生的回答 小薇掏出小刀 直接画画了自己的脸 医生也因为没保护好这张脸被雇主杀掉 第二天 门被推开 一缕阳光照在他们脸上 进来的是两个警察 他们终于得救了 影片方林十六到此结束 我是蜜瓜 下期更精彩